尽在财经天地 2015年15亿Powerball落幕 美国人民全民认购 但是您可知道华尔街股市就是个Powerball吗 买涨看跌 立即盈利改变人生 ChineseFM.com的Warren Wang 每股富豪已经正式招募会员 25000石盘资金 在三天内就赚了5000 报名电话 18009588561 18009588561 www.chinesefm.com 新年新打算 亲爱的亲厨朋友 大家晚安 这里是矽谷华人电台 我是周乐 今天是2016年的1月26号 对不起 星期二 在今天为您播出的节目流程如下 我们在上半场 要谈一谈股票的市场 今天在收盘的时候是上涨的 但是现在盘后 因为苹果公司的业绩 报告出来反映冷淡 所以现在的盘后的局势是下跌的 这到底今天上涨的情况 是不是one day wonder 我们就要来听听看 Warren Wang怎么说 在下半场请到的嘉宾 他是直牙的 非常有经验的医师 陈明牙科医师 首先我们来欢迎上半场的嘉宾 Warren你好 周小姐各位听众大家好 今天的美国股市在开市就一直上升 到之后呢 一直走高到收市 收市的时候 各大指数上升约平均是1.6%左右 道琼斯 纳什达克 标普500 以及Russell 2000 收市分别是16167.23 上涨282.01点 纳什达克是4567.67 上涨1.09 标普500是1903.63 上涨了26.55 以及Russell 2000的上涨20.6 回升到1000点之上 收在1017.97 我们迫切的想要知道 今天盘中 或者是昨天收盘以后 发生了什么事情 难道又是原油上涨 造成今天一天的股市上涨吗 Warren 有一个因素是原油 因为原油一涨主事都会涨 还有一个因素应该是 大家对明天美联储 这个官员的 就是也论主席的讲话 有一种期待 希望他说一些比较温和的 就是各派的一些言论 就是可能会说 因为现在市场上预测 三月不会加息 明天要听的主要的话的意思 就是关于 他的说 对整个经济 乃至加息预期的这种言论 所以加息现在是五月份 可能市场加息 三月已经推出到五月 第二就是看野伦主席 发表的评论 如果够温和 够鸽派的话 我觉得这是市场 今天想期待的一件事 所以虽然隔夜 中国股市暴跌 百分之六以上 已经跌穿了 十月份的 他们叫钻石抵押 黄金抵押 但是这个已经跌破了 所以大家期待的 这个事情 就是明天野伦主席的讲话 这样 哇 好 上证指数是下跌 大跌了百分之六点三 那隔夜的 美国的股指的期货 以及油价 也受到负面的冲击 而曾经一度大跌 不过 当有产油国家的组织官员 非常的呼吁 就是说 减产已稳定油价以后 油价今天是止跌回升的 在明天的野伦主席的 讲话之后 如果这个预期 不如这个市场上 就是不是很 分离的话 我倒是觉得他说话 可能会 符合市场的预期 而变得非常的分离 我有这种预感 那难道这一波的 这个上涨坡就会因为 联储局说的话 还有加上油价 如果不再下跌 而止跌 平稳 走高吗 有这种可能吗 Warren 我觉得最终呢 将会是一个 怎么说呢 我觉得现在 很多市场在谈 这个就是 业绩的recession 就是包括今天 这个JP Morgan 也把美国的 这个就是 就是美国的 整个的业绩的预测 包括S&P 已经下调了 我觉得是这样 因为大家现在的情绪 都非常的 包括投资人 都心情非常浮躁 为什么呢 是这样说呢 就是每次反台 在熊市当中呢 会出现 就是 涨幅通常是最大的 所以稍微下跌 比如说 现在大家都赌 这个三月份到期的 这个油价 好 大家可以看 其实 大家都 这个在25块的 看跌这个仓位呢 是最 最大的 所以呢 我觉得就是 通常如果 任何一个风吹 逃动都会造成 一个巨大的 一个逼空行情 因为大家 就像电影院 出厂只有一条路 那么这个时候 如果出现火灾的话 这条路就会 变得非常的拥挤 就还记得 两年之前 在中国上海 发生过 大家晚上看 这个烟火 灯火 结果 就是没办法走路 就把它人挤人 人挤死人 所以现在的情况 就是说 25块钱 三月的 看跌油的仓位 那么重 今天早上 市场上有谣传 说OPEC 非OPEC 两家公司 两个组织 将会进行商谈 说能不能开始减产 来限制 这个油价的供应 那么这条消息一出呢 对油价就大幅上涨 但是如果说 我们overall来看 情况的话 包括今天盘后的 苹果的业绩 苹果的业绩 无论是iPad iPhone 还是 这个Mac 业绩都没有达到 市场预期 所以我觉得 现在这个情况 反映出美国的 实质的 这个企业 经营的非常艰苦 特别是现在 美元的这个升值 使得这个 整个的美国的业绩 都在下滑 这样 现在看到的原油 就是在盘后的 原油的期货 在吹顶 已经下跌了 百分之三了 并且道指 也是下跌的 非常的多 道指呢 现在是下跌 九十点 哇 现在这个 One day wonder的 可能性 真的是会变很大 虽然今天 股市上涨 我相信 大部分的散户 还是在今天的盘中 不敢入场 即使做个短线 他们也有点害怕 那作为中文 投资网 这个教育和资讯 都非常发达的 一个网站 贵公司 新推出的一个 美股富豪俱乐部里面 今天的成绩 又是怎么样的呢 其实美股富豪呢 就是把我们 两年之前 叫一千元 变成一百万的 一个路程 继续走下去 另外呢 周小姐 您也知道 我从两千年 就是同事 这个所谓的教育服务 是 那么这个教育服务当中呢 就会碰到 这样那样的 很多的问题 我觉得最重要的问题呢 其实我觉得 老师上课 无论是张三 李四 王五的老师 都没有 都有他的道理 第二呢 老师都会有错 第三呢 很多人 投资人 其实我觉得 最重要的一块呢 就是 Mental 怎么去培训 因为我最近啊 一直和我们的 会员交流 包括我们本周六 在San Diego 这个帕拉赌场 我们会搞一次活动 邀请这些会员呢 参加我们的 对不起 参加我们的这个聚会 那么这个活动呢 其实就是一个Mental 因为我和这个会员的投资人 在交流的时候 所以说他们 比如说有一些投资人 他参加我们这个VIP 非常多 什么都不懂 但是他非常好赌 如果说 无论说到ABCD这架股票 他马上会进去 而且甚至不用 无论出手 他已经赚好了一万块钱 真的 但是后面 对 后面就出现了很多的问题 哪怕你说一个ABCD 一个股票 他会自己去买 你无论都没有买 所以我想能够 有一套非常系统的 首先 我显示给他家一个 非常清明的一个portfolio 就是应该说 怎么说呢 就是一个 大家都觉得OK 两万五千块我都有 第二呢 我认为这个市场 是一个涨跌互借的市场 只要你认为市场跌 你就买看跌 市场涨 你就买看涨 那么无论你是做大股票 比如说苹果 你用两万五千块也可以做 如果说你做Panning Stock 你的一万块 甚至五千块钱 他翻倍的机会 就非常的快 所以我是非常的另类来做 我们整个的一个 美股富豪俱乐部呢 他除了这些股票 期权 课程 我们还有一个Mental 以及每一个月定期的活动 如果我们也会在这个湾区 进行聚会 如果大家有兴趣 也可以到这个 这周到San Diego 因为从San Diego 从San Jose 到San Francisco 到湾区 到那个San Diego 的飞机的话 也就四十几分钟 对吧 所以我觉得呢 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活动 所以 怎么样报名参加呢 1800958 8561 1800958 8561 那么下面呢 我想稍微说一下 我们这次的战果 从一周半之前呢 我们开始了 这个 我们前到位了 其实这个25000呢 其实是从595块开始的 OK 那么我们开始了以后呢 25000 现在已经差不多 放了9000块钱 那么很多投资朋友 非常感兴趣 你到底是做什么的 对呀 对呀 在这么短短的时间之内 这个上涨的百分率非常高 对 很多朋友就是有信心 就是说 Warrant你这个 2017年1月1号 能够会做到100万吗 或者怎么样 我说你错了 第一 你要想你这个本金25000 怎么样 不要亏掉 OK 这是男朋友 很多朋友不可理解 哇 Warrant你怎么会让我们亏掉呢 你是股神啊 我觉得这个没有股神 在操作的时候 就无所谓股神不股神 所有的分析 在操作的面前 都会变得黯然失色 所以我觉得 第一 我想证明 Warrant王可以教你 因为25000块 在一个半星期 我变成了9000块钱 如果25万 那肯定是9万 如果是250万 那就是多少 90万 所以这个东西呢 我觉得 是证明 我是一个 构格的老师 我只能这样说 第二 我想灌输的是一个 非常重要的理念 因为25000 如果我们把亏损 25000变成5000 比如说1万块 非常快 如果你 因为现在很多投资人 比如他们每天问到我 Warrant UWTI可不可以买 油价是不是见底 你推荐哪一个油股 我觉得这种心态 也许就是一个 等着去输钱的一个心态 就是说 就像08年金融风暴 你买金融股 那是跌的是毫无支撑一样 所以第二呢 我觉得就是 大家怎么想利用 第一就是不要亏钱 第二呢 怎么样管住自己的手 把握住机会 狠狠地下去 进去 然后第三呢 把自己迎来的钱 继续滚 继续滚 所以 我觉得这个 美股扑桃俱乐 不是史无前例 前五后子 前五来者 后可能没有 因为我觉得一个 作为一个 Wall Street Professional 他们不会care这些 反护的想法 他们只赚他们的钱 那么前五五人 我是这样说 就是说 能够显示一个portfolio 能够做real time的demonstration 特别是教授 像我这种就不会是一个忽悠的 因为很多投资人 会说 哎呀 Warren你怎么赚钱 那我的问题就是说 你怎么不亏钱 尽量不要亏钱的钱 自己再去赚钱 是这样的 好 先要做好自己的risk management 这个才是最重要的一个基本原则 请大家致电18009588561 如果我们在矽谷湾区的投资朋友 有兴趣要参加本周末 在San Diego所举办的这场座谈会 好 那我们现在进一段工商资讯 回来以后继续探讨 不要走开 马上回来 张力 毕业于清华大学金融本科 有十年高科技公司财务管理经验 以11年Morgan Broker经验 他不仅总能提供市场最佳利率 而且可以解决各种贷款的疑难杂政 请电408-315-9470 408-315-9470 或email 卡贝基金亚太区执行合伙人 国家营有十年以上 丰富投资管理经验 造访湾区 寻找投资项目 Alice Wang代表国际豪宅买家 分析2016年高价房地产 依然上涨原因 中文投资网Woran Wang 告诉散户在2016年如何在动荡股市中赚钱 新推出美国富豪俱乐部如何双向操作 请于1月30周六晚7点半 准时观赏娱乐漫谈 史上最佳终身收入方案 22%特别开户红利 2月22号截止 按平衡指数 复利结算的回报率 终身每年奖励50% 只涨不赔 终身收入越领越多 零费用 AA信用平息 英途财富终身收入退休账户专题讲座 1月27号星期三 晚7点 报名408-586-9969-586-9969 或上网intowealth.com 进入财富 Rebecca Lean专业地产团队 为您细心规划地产投资 帮您办理房屋买卖 我们还可以为您一买一卖同时操作 以便资金周转 详情请致电Rebecca Lean 408-720-6800 首届硅谷创新教育报告会 及USJ新年酒会 将于2016年2月7号在圣河西大学 University of San Jose 举行 报告会主题包括教授致校 教育众筹 创新思维训练等 请登陆www.usjus.org报名 usjus.org报名 磐石理财 稳弱磐石 诚信可靠 专业用心 以客为尊 降薪足运 欢迎预约免费咨询 Cherry Pen 恰询专线 1877-858-9858 打造美好未来 编织财务远景 磐石理财与您同在 共同携手 创造美梦 磐石理财一定竭尽所能 替您分忧解劳 提供详信中肯的 专业分析及建议 心动不如赶快行动 拿起电话 打播磐石理财的服务热线 1877-858-9858 亲个朋友 欢迎回来 我们刚才访问ChineseFN.com 中文投资网负责人Warren Wang 谈到了市场 也谈到了美股富豪俱乐部 刚才讲到Evan Warren 是不是可以继续讲一下 到底所谓的投资人 应该怎么样来参与这个美股富豪俱乐部 如何参与 我们美股富豪俱乐部 分五个pieces 第一就是我们的股票VIP 我们的股票的话 两万五千块钱 我只是想通过证明 股票是能赚钱 大家都知道 其实Russell 2000 在今年的方式 亏了12% 最差的标普 最好的标普 也是跌了8%左右 那么作为散户投资人 你的钱放在FOR1K 你的钱放在Mutra Funds 这些基金经理 他们都是亏钱的 Why 因为他们的 他们是把投资人的钱 全放在一块 第二 他们的投资的方法 是比较的 我说不大灵活 那么我想要说的 其实股票市场 像美国有那么多ETF 如果你看好油价涨 你就买油价的涨的ETF 如果你看好油价跌 你可以买油价跌的ETF 那么如果说自己不能赚钱 那说明这个基金经理 就是看错了方向 如果你放在FOR1K 那大部分的投资人的 这个方向呢 就是可能 就是我这样说吧 就是可能是方向走错了 或者说只能看涨 不能看多 看跌的话 只能用在08年到14年 这种大牛市当中 所以我想要证明的 就是说这个股市当中 我们为什么能够得到 超过30% 甚至40%的return 主要的原因就是 我们能够 第一不追求最小的draw down 第二呢 就是尽量能够 在赚钱的前提下 不断的去赚钱 第三呢 利用杠杆 利用这个 第一是Penistock Microcap stock 比如说五块钱 那以下的股票 那么第二利用期权 可以买Apple的期权 可以买这个Netflix的期权 所以我觉得就是 是希望通过这些服务呢 让大家可以copy我的trade 可以看我这个trade 同时我们有五个系列 一个是股票 大家可以看我每天的 对市场的看法呀 什么时候买股票 一个股票上涨了30% 我有更多的机会 赚更多的钱 但是我可能出场的时机 稍微慢了一点 那赚了少一点 但是赚了30个 在今天这个股市当中 在一个个股里面 因为大家都如果说 以后有机会上凤凰 或者上我们 chinesesfm.com的网站 可以看我怎么样去 trade 看我这个screen 有多少不同的 VIP的一个房间 来看这个 我在关注老美 很多老美投资人 在关注什么 因为只要他们关注的 也是其他人关注的 只要其他人关注的 我们都是有机会的 第三 我们有这个期权服务 就是这个 我刚才讲的 不需要用很多钱 如果你买1000股的Apple 那你可能花掉10万美金 但是我 我可能花2000美金 就达到了同样的return 来 然后第二 我可以买 买看跌的一个期权 这个完全是一个把握 还有第三 就是资金管理 那么我们会 在春节以后 中国奴隶新年 以春节以后 推出一个叫 美股富豪的基础课程 会教大家 怎么看call 怎么看put 怎么买 对 这个周末 我接待了一位 来自我们男嘉的 一位投资人 他就是 跟他说call and put 他可能要跟他说 一个小时 因为他很难理解 这个概念 那么 所以我觉得 这个是一个 非常值得学习的 一个课程 另外我教的课程和其他都 都不大一样 我其实个人来自于投行 来自于micro cap small cap 的一个投行 我们也 我们以前也承销一些 很小的股票上市 2000年 1999年 我就自己来创立了 这个Chinese Investors 或者说Chinese FM.com 那么我其实 我的背景并不是属于 完全那种草根 因为我发现 很多的这个老师 来自于 中国的brokerage 华人的brokerage 他们没有投行业 基本上做的就是 炒股票 还有一些呢 就是来自于 工程 engineering 他们是 就是量化交易 或者程序交易 而我来自一个 投行的交易 我会分析这个股票 有多大的流通盘 股票有没有 这个不同的filing 第二我懂 这个technical analysis 我懂技术分析 我不是像投行的人 他不懂技术分析 他也不知道 他就他就觉得 哎呀这个这个公司不错 我就投了 以后三年六年以后 会怎么样 而我会关注 这个是什么样的机会 第三我和一般的草根 一般的中国的老师 有点不同 我会分析这个 新闻够不够sexy 其实大家可以看 最近我们公司 接了几个客户 包括今天SGOC 这个公司 他从两块钱 一路涨到六块钱 为什么 他做了一次缩股 所谓的缩股 就是十股变成两股 或者十股变成三股 这个在华尔街 是非常非常的powerful 现在每一次 因为我们想想看 说白了 如果大家有一百万美金 一千万美金 OK 我们可以把百分之八十的钱 放到比较安全的地方 但是可以把百分之二十的股票 来做一个最大化的投资 有多少股票 能够一夜之间 一天 从两块钱涨到六块钱 这个在Big Cap里面 是不可能的 对 太难了 太难了 对 我觉得就是可以拿个几万股 一万股 两万股 有的时候我们叫 Gambling 或者Betting 但是可以获得一个 100% Return 然后我们资产就会规律 They had a lot of fun 对很多一般的工薪阶级 他们可能只有十万块钱 可以拿一万两万块钱 来玩一下这个东西 那么我觉得 周小姐 我当初是懂 Technical Analysis 懂技术分析 懂同行的一些事情 懂Small Cap 这是我的优点 同时我也喜欢 特别我喜欢的一种交易方式 就是怎么样把500块钱 变成50万块钱 这是我喜欢的 不是说每个老师都喜欢 每个老师 有的老师喜欢说 我有50万 我每天每个月 我赚多少钱 而我是喜欢用5万块钱 利用世界上一些巨大的 一些变化 比如说现在 整个的中国市场 整个的美国的 一月份的股票市场 可以说是动荡非常 这就是我的优势在 那如果说 我不希望每天 再给一吹 Apple 90 95 96 95 96 Range Trading 我觉得这个东西 现在越来越证明 没有办法做 因为你对手 都是一些电脑 他们比你快多了 他们的速度 他们的反应 都是电脑在做 而不是人在做 现在没有人在做 北纯 全部的电脑 叫高频交易 是吧 所以我觉得 我的方法 逐渐在起步骤 而且很多投资人 但是我们第三个项目 就是叫Mental 就是帮他们去coach 就像 Facomantan King Golden States Warriors 这些球队 都需要很好的教练 那么我的微信 是warren王2008 大家有任何欢迎 我们学术上的 那些怎么样 比如说今天我们 在微信 周小姐 可以看我的微信 转发了中文投资网 微信 推荐了一个叫SGOC 它是我们商业客户 今天从2块3毛 还是3块03 一路涨到6块钱 然后普大 上涨15.81% 对 但是最高的时候 涨涨了100% 所以投资人 怎么说进场 怎么说出场 请问 大家有没有coaching 有没有 就像一个很好的球员 他没有好的coaching 就像LA的 Phil Jackson一样的 或者说 Pat Riley 这种高 非常厉害的教练 才能带出一个 非常强大的球队 所以我的愿望 就是成为 美国股市当中的新东方 而且坦白来讲 大部分的 写的那些新闻的 这些记者 他们不是trader 他们不会教你任何东西 他们只会说 你看苹果怎么样 有的人今天说苹果很好 有的人说苹果 不好 所以我的微信号呢 是汪人王2008 热线电话是800958 8561 网站是 Chinese7.com 听众朋友 其实我觉得真的是 现在做股票的方法 方式 还有自己心里面的想法 真的是要随着趋势而改变 不能只报的传统的方法 不变 一成不变就是退步 那当然您说 如果你想从很少的钱 赚很多的钱 不但是您希望这样子 我也希望这样子 我认为投资朋友也希望这样子 但是必须先从教育着手 那么什么时候在办 过去所擅长的这种 在电脑上面上课的这些 还是今年有很多的机会吗 我觉得今年有非常非常多的机会 刚才其实我讲的是 第一 今年新年的话 大家自己有一个brand new的一个portfolio 这是一个最好的 不要到年终的时候 比如说已经亏了很多钱 大家从来很难再重新 持起来这个东西 第二呢 我觉得现在这个股票的波动呢 无疑是给自己一个challenge 一个挑战 能够把这些东西能够就是理好 我觉得通过这些coach的话 能够学到一个自己 能够终身依托的一个事业 因为我认识很多人 包括巴菲特啊这些 我觉得他们都把投资作为终身的事业 不会退休 永远在投资 永远在赚钱 所以我觉得我们的华尔街 就是美股富豪俱乐部 是非常有益 对华尔人来讲 因为我发现很多很多的VIP学员 需要我进行mentor 不是投资推荐 我带此证明 不是说 哎呀王先生 我用五个股票 你看看我应该抛哪个股票 这个不是我 这个千万大家别来找我 因为我不是投资顾问 但是我可以告诉你 哎你的交易当中 为什么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 这个我觉得 把这个自己的技巧 交送给每一个投资朋友 而且大家都知道 大家相信Warren 因为我的real time的portorial 是每天都在那里 我的公司的员工 我的公司的所有人 都可以access到 我的real time Charles Schwab.com 现在叫Option Express 所以这个我不能吹牛 我也是被SEC监管 尽管今天如果说 Warren玩两万五 他自己画了 自己说赚了九千 那我肯定要被SEC 因为我们是一个SEC监管的 一个上市公司 而且SEC是严格禁止 这种虚夸的说辞 这样子 Warren 如果在过去已经订阅了 ChineseFM.com 已经缴了月费 年费等等 现在听到有美股富豪俱乐部 想要参与 这是一个怎么样转换的程序 这个就是一个upgrade的一个过程 您问的问题非常好 大家有不同的会员 我觉得而且我是希望能够跟大家 所以很多人加了我微信 因为我希望跟他们进行 很细致的一个沟通 就是跟他们讲说 到底是问题出在哪 因为我发现很多很多 这样的大家的问题 我觉得这个问题 不是说换了Warren 换了另外一个人 而是他本身的一些问题 甚至有的人两眼一黑 就直接冲到VIP进来 来开始trade 然后也从来 他喜欢哪一个股票 然后他就亏钱 然后他就会有很 然后让我分析 我觉得就没办法分析 因为有很多股票 就像一个人一样 你怎么知道他有什么样 这样那样的病 我觉得最重要的 还是把技巧交给你 让你去分析 然后提高自己的交易技巧 这个交易技巧 学会了以后 是你一辈子的事情 不是说OK 像巴菲特 他为什么能够永远赚钱呢 就是他有技巧 他不是说乱买 他肯定是有技巧 所以我觉得 这是一个一楼永逸 因为你以后钱多了 钱少了 都在用这个东西 是吧 都在投资 两万五也不是很多钱 但是你看我已经赚了九千块钱 才一个半 应该说一个半星期 还不到两个星期 因为你技术是多元化的嘛 其实技术比较多 对我希望通过最小的资金 来做到最好的回报 而且是我喜欢volatility 谢谢 今天非常感谢 Warrant王在把这个机会 在pass给我们矽谷湾区的散户朋友 我们今天的时间已经到了 那之后进的第一个广告 就有联系Warrant王 参与美股富豪俱乐部的方法 感谢您 祝您晚安 我们下礼拜再见 拜拜 2015年15亿Powerball落幕 美国人民全民认购 但是您可知道 华尔街股市就是个Powerball吗 买涨看跌 立即盈利改变人生 ChineseFM.com的Warrant王 美股富豪已经正式招募会员 两万五千十盘资金 在三天内就赚了五千 报名电话 18009588561 18009588561 www.ChineseFM.com 新年新打算 SAT三月改制 对于11年级或10年级以下的学生 有何影响 Flex College Prep 为替大党及学子解惑 推出SAT和ACT的新点讲座 募请及早上网报名 FlexCollegePrep.com 1月14 Almodan 1月19 在Losaltos 以及Fremont 1月21号 在Cupertino 结尾晚上七点至八点半 您的大学梦是什么 Flex College Prep 可以提供帮助 请致电510-668-0880 408-252-7742 为让南湾民众 晚上搭飞机更加便利 新翼旅行社 提供南湾到旧金山机场 专车接送活物 每天晚上八点半 在New Peters 诗子城超市门口 九点钟 在Cupertino永和超市门口 每位只要25元 向新翼旅行社 订机票者 更优惠为15元 请大家告诉大家 多多利用 有意搭乘者 请上网到 Cupertino MerrysonTravel.com 或是电408-727-0570 727-0570 查询 朋友 您觉得您的情绪 常常很当吗 不论您是有抑郁 情绪低落 沉默寡言 胆小 怕黑 睡眠不好 常常想哭 或者父女有过 产活抑郁症 或者您和您的父母 有肝病的历史 中医都认为 因为是您的体质 肝气虚 造成了情绪的抑郁 欢迎参加1月30号 礼拜六下午2点 吴雅如中医诊所举办的 抑郁症免费 英文讲座 报名电话408-480-2860 408-480-2860 TransferCivic 泛亚财务保险公司 是全美华人最大的 受险与年金的 General Agency 北加州 现有Fremont 及San Jose Office Y 第三家 也于San Mattel 正式开张 全美已有11家分公司 带领超过40家 知名保险公司 并有1500名保险经纪人 为客户挑选最适合的 保险及年金产品 有专业培训 及Back Office Support 欢迎保险经纪 加入我们的行列 TransferCivic 受险与年金的专家 联邦已开始涨息 把握最后时机 大漏的福音 大漏的福音 只要贷款数额 超过62万5 直到300万 Private Residence 30年固定3.875 15年固定3.625 头10年固定3.5 头7年固定3.25 头5年固定3.125 天上掉下大馅饼 投资房产也可以 哈哈 仅涨高了0.25 金算子算得妙 贷款做得快又好 省钱省心梦里笑 请速电510353085 510353085 或金正龙.com 听众朋友 欢迎回到 矽谷华人电台的 空中医疗站 今天有幸请到 在职业方面 有25年经验的 陈明 Michael Chen Dr. Chen 嘿 陈医师你好 好久不见 是 是 对 你好 大家好 新年刚刚开始 阳历年刚过 农历年 马上就要到了 very true Happy Chinese New Year 来 红年行大运 希望大家都有一口 漂漂亮亮 健健康康的牙齿 就从今天的访谈开始吧 Absolutely 您在过去25年的经验里面 也知道了 现在在中国人 职牙的 将要职牙的 已经职牙的人 越来越普遍了 是 因为现在 在这个25年下来 我们看了很多进步 也明摆了很多的方面 怎么好好的保护 这职牙 这样这个职牙可以耐很久 或者可以耐一辈子 是 这个方面 我觉得很重要 那现在我们比较 而且现在职牙的这个 the product品质 产品 it's outstanding 又比以前更进步了 再好没有 是 好 但是我们多半都是听到 阳光的一面 事实上在亲朋汽友中间 他们冒了很大的勇气 去职牙 但是他们多多少少 都有听到一些失败的案例 都是发生在 已经职牙以后 百般的不舒服 有各种各种的情况 平常闲聊里面听到 也是让我们有很大的震获 那在25年的职牙的生涯中 您研究失败的职牙的案例 已经有22年的历史了 职牙方面的确是小问题 大问题 问题层出不穷 我们想今天呢 就借这个机会 来给我们的广大的华人的病人 或者是病人to be 让他们有一点新的觉醒 就是如何从今天的访谈中 知道从哪几方面可能造成失败的职牙 听陈医生讲 然后进一步 当他们来做职牙的时候 可以避免这些失败的发生 是 第一个最重要 我们就要晓得 不管这是职牙或自己的牙齿 我们要晓得怎么保护 这牙齿跟职牙 要晓得怎么保护 那保护是什么呢 意思就是个牙漏 这个骨头 我们每天有没有刷牙 我讲起来很简单 可是我们可以讲 很多人不刷牙 晚上睡觉不刷 day time不刷 就觉得这不需要 而且有些病人他们就感觉 我中了职牙 那职牙不是我的牙齿 那我就不需要保护 这个想法第一要改变 那第二呢 那保护是什么意思 就是这个牙漏要健康 牙漏健康 那个骨头就不会萎缩 牙漏也不会萎缩 这个就是这个foundation 就会把这个子体吃住 跟我们自己的牙齿一模一样 像我们现在看 因为牙周病 因为牙漏和骨头萎缩 因为我们年纪大 这是完全错 这个骨头跟牙漏萎缩 因为我们没有好好的保护 所以这保护的方面是第一是最重要 保护包括在还没有植牙之前 就要开始保护 或者是植了牙以后还要继续保护 就是要勤刷牙 对所以我们像很多病人来 他们讲我要植牙 可是他嘴巴张开 我就讲你现在还不能植牙 你先要把嘴巴要处理干净 而且我们的专门的那个洗牙齿的专家 他会教你怎么保护 那我们再看你可不可以重植牙 先把自己的口腔prepare成一个 植牙最有力最健康的条件 Oh absolutely 如果你没办法保护的话 你花这个investment去把这个牙齿装上去 那你一下子坏掉 那就是得不偿失 Yeah no fun 我们看到这个植牙或者植体 我们需要骨头 可最重要真的是牙漏 牙漏好的话 那我就可以补骨头 因为骨头不够 我们现在的骨头 有很多各种各样的骨头 我们都可以拿来帮病人 掉药的骨头 可以把它搭起来 有那个synthetic的能创造出来的 哪一种最好 看你要怎么用法 所以每个病人的情况都不同 所以这个很重要 所以synthetic的比较好一点 可是synthetic的话 它的缺点是什么 它就是要长一点的时间 变成病人的骨头 那有些病人 磨合体肠 是 因为很多病人感觉 我补进去了 我明天掉牙齿 那是不行 因为它需要长一点时间 让身体把这个摆进去的品质 把它变成病人自己的骨头 我想就是 Fool your body to make your body think 是自己的骨头 对 怎么样变成自己适合的直牙的骨头 varies 有的是比较短一点时间 有的长一点时间 就因为看完全个人的 的体育 看身体怎么接受 那现在我们另外一方面也是讲 我们可以拿stem cell 盖底包 to help 这个骨头长更好 那至少要三到六个月吧 actually even faster 如果可以用的话 那这个也不是 好像每个病人都可以用 我们要看情形 听起来在这个medical world 实在有好多的知识 是我们平常人不知道的 这是very exciting 我也觉得 所以陈医生 您在您的直牙的这个世界里面 有很多的乐趣 今天我们替听众朋友 非常感谢你 能够把这个观念介绍给我们 有没有一些特别的例子 这直牙 我们现在看到 是我们看到有成功的 成功的 像我看到我很多老病人 他们送进去第一个 第二个 第三个都还在 那看到这点我很开心 那我问他 你能做了什么 什么方面 这可以保护那么好 他就讲 因为我把这个 当成我自己的牙齿 我每六个月 还是来洗牙齿 而且就是 我每天刷牙 用牙线 我就是保持干净 主要就是 那个如果有痛 有肿 有流血 他马上就来找我 有痛 有肿 有流血 这个是包括直牙 或者是自己的 真正的牙齿 这个得马上要就医的 所以我 他就讲 如果一有问题 马上先看到的话 就很容易把这个方面 修好 我把它解决 如果你等得太久的话 大部分 不管是自己的牙齿 或是牙 那 最多的就是 疼痛 所以疼痛或流血 或发炎 不会因为你在家 等着它淡掉 而病根就除掉 它永远在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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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疼疼 您只想说 睡不好 头疼 过几天就好了 但是这个病根还在那里 在您的工作量 如果是百分之百的话 有百分之多少是花在 替病人失败的牙齿 修补修理 在整理这方面的时间呢 我想差不多 可以讲百分之三十吧 哇 OK 现在 以前少一点 现在因为很多人 都有种植牙 所以我们看的比较多一点 就是 好 那我们讲完了 这个保护的方面 可见得还是一个 良好的刷牙的习惯 清理口腔的习惯 早上 白天 最好是每一顿饭后 都要清理 这个是最好 当然是 对 其实现在真的很多公司的人 都有另外一套 洗牙的售口杯 牙膏 都放在公司里面 这是一很方便的事情 因为一习惯 主要就是一个习惯 像我们 我们那个小病人 就是小孩子 就是教他们 从小就开始 教他们怎么用牙线 怎么刷牙 就是产生一个习惯 这个习惯 一有了 他们不会改变 一辈子 他们就会好好保护 可不可以说 如果说 口腔清洁 如果说 跟一个人一见面 他的breast 是不清新的 可以asume 他的口腔 可能就是有问题的 可能性比较大 在这个程度的时候 已经 很坏 所以一定要把他 保护 好的 陈寗 Dr. Mike Chen 他的诊所是靠近 Silver Creek Valley Country Club 他们的地址是 6110 Hellyer Avenue 6110 Hellyer Avenue San Jose 95138 电话号码是 408-629-6704 这个就是预约 appointment的电话号码 408-629-6704 好 接着我们来谈一谈 关于植骨 我觉得植骨是 很重要的一个步骤 比如说牙肉是健康的 就要开始植骨 植骨植得好 一个物质的foundation 打得好 才不会说 好像一个房子 盖在流沙上面 好 请针对植骨方面 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好 我们刚刚讲 就讲牙肉方面 牙肉很好的话 那是第二步 就是要看骨头够不够 是 骨头就是宽度跟高度 这很重要 植骨我们要晓得 要植哪一种骨头 那可以讲 外面我们现在看 很多公司 他们有 我们刚刚讲 动物骨头 甲骨粉 各种各样都有 不见得每个都好 而且不见得每个 都可以跟肢体合在一起 可是我最喜欢的 还是我感觉 就是甲骨粉 就synthetic的 因为synthetic的 最重要 成功率最高 成功率现在越来越好 越来越进步 因为它的东西 现在品质越来越好 跟20年前 或跟even 5年 进步了很多 不可同日而远 Absolutely 所以 所以现在我们 就是感觉 我可以拿 这个synthetic bone 就是种在 所需要的位置 再把这个子体 跟它合在一起 那过了差不多 可以讲 6个月 10个月 这个骨头 百分之百 都是病人的骨头 这是最重要 就已经磨合成功了 对 在那个时候 我们就很开心了 We got what we want 如果我们用像 Let's say 动物的骨头 动物骨头跟子体 不能合在一起 因为动物骨头 是我们可以讲 它变成一个 就是一个死的骨头 这骨头 百分之百 不会变成病人的骨头 它就是变成一块 还像一个石头 就是变业 Individual的 Individual But it's not alive It's very important 因为你要这个骨头是活的 因为我们嘴巴咬东西的时候 这个骨头就有压力 Stress 对 它有stress的时候 有这个压力 那个身体会告诉这个骨头 你要把这个地方加强一点 那指的骨头会变越来越硬 是 所以如果这个骨头是死的话 它就不会 而且很容易会很脆 很容易会broken down 哦 这样子 学问还这么多 好 我们讲到这个地方 先告一段落 进一段广告 回来继续探讨 植牙的时候 骨头的重要性 访问的嘉宾是陈宁医师 他的诊所的预约电话号码是 408-629-6704 629-6704 马上回来 陈宁牙医博士 在温区种植牙 已有25年 经验封处 同时也在美国和中国 做种植牙教学 临床工作中 深入研究预防失败发生 帮助种植牙病人 没有植牙后烦恼 在健康的口腔里 享受每一天的美食 陈医师讲流力博语 您有植牙的需要 或种植牙有问题 都可以来预约 陈医师免费咨询 电话408-629-6704 629-6704 陈医生诊所在南盛河西 近85及101 卡贝基金 亚太区执行合伙人 国家营 有十年以上 丰富投资管理经验 造访湾区 寻找投资项目 Alice Wang代表 国际豪宅买家 分析2016年 高价房地产 依然上涨原因 中文投资网 Warware Wang 告诉散户 在2016年 如何在动荡股市中赚钱 新推出美国富豪俱乐部 如何双向操作 请于1月30 周六晚7点半 准时观赏 娱乐漫谈 陈明牙医博士 在温区种植牙 已有25年 经验丰富 同时也在美国和中国 做种植牙教学 临床工作中 深入研究 预防失败发生 帮助种植牙病人 没有植牙后烦恼 在健康的口腔里 享受每一天的美食 陈医师讲流力国语 您有植牙的需要 或种植牙有问题 都可以来预约 陈医师免费咨询 电话408-629-6704 629-6704 陈医生诊所在南盛河西 近85-101 22%开库红利 150%指数倍增 只涨不叠 天上掉下大馅饼 真的适合您吗 没有坏处吗 好处怎么拿才对 为何只有40天特别红利 印度财富 透析当价最红的退出方案 专题讲座 1月27号星期三晚7点 报名408-586-9969 586-9969 或上网 IntoWealth.com 进入财富 苍新珠宝您表现礼 百达斐力享誉全球 1839年以来 卓越非凡的制表技术 不断创新 为国际收藏家一致赞赏 百达斐力代代相传 由您开始 庆祝每个难忘的日子 挑选最称心完美的礼物 苍新珠宝是您的首选 开创您自己 百达斐力的传统 请即光临苍新珠宝 圣河西 Westfield Valley Fair CH Premiere 查询请电 408-983-2688 您现在收听的是 矽谷华人电台 FM96.1 玩具历史最久 收听率最高的 华语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 欢迎回到空中医疗站 我们今天访谈的医生 是植牙专家 有25年经验的 陈明 Mike Chen 陈医师 陈医师 刚才我们在 进break之前 提到了植骨 骨头植下去 要看是不是跟自己的身体 已经合而为一 才可以决定 什么时候 真正中这个牙齿进去 是 当然我们把这骨头 中进去或补进去 这骨头要变成 病人的自己的骨头 这是No.1 我们要看的 这个时间是最重要 基本上面需要 差不多最少 三四个月 三四个月 可是最好是在六个月 最好和三四个月 中间的difference 是什么 因为你如果在三四个月 的话 尤其只是百分之五十到六十 变成病人自己的骨头 在那个时候 我们当然可以中 可是不是最 最佳状态 不是最牢 那我要等六个月 Absolutely So time is number one 所以你有这个时间 then it's很简单 听众朋友 这一点也很重要 有的时候我听到人家说 我的医生说 我还要再等四个月 就好像他等不及一样 其实你进去开始做 已经启动了这个procedure 就要达到最好的效果 是因为我总是跟病人讲 像你这个牙齿掉掉了 你多少时间 这个牙齿掉掉 大部分这个牙齿 for the teeth to go bad 变坏 也许需要花一年 也许十年 也许很长的时间 才会身体把那个牙齿放掉 对 那我们种 不是一天就可以种进去 当然外面你可以看到 很多广告讲 teeth in an hour tooth in an hour 那个是要 那是广告语言 yes 要ideal ideal situation 可是我们很少ideal ideal 就像所谓的刮手自落地 怀孕要十个月 这有一个mother nature的course absolutely 急不得 谢谢你 陈医师 就是为了我们好的意思 ok 好 尸骨要有好几种材料 然后也要经过 每一个病人的口腔的情况 是 然后自然而然 在医生决定已经成熟了 再把这个牙种进去 就可以live as long as we do absolutely ok 因为主要就是这个骨头 我们要种进去的时候 它长好了 百分之百 是变成病人的骨头 一定要百分之百 这个也是防止止牙失败的 重要原因之一 是 好的 ok 另外一个问题 止牙以后 会不会发觉跟其他的牙齿中间 还是有空隙 这个食物还是会在塞在里面 这个是正常的吗 有的时候也许会有 因为这个位置的骨头已经萎缩了很久 这个地方空位已经很 也许五六年 十年 二十年了 我这个病人带了这个活动牙齿 带了很久 就是有一个pocket 就是有这个pocket 我们就叫black triangle 哎呀 这个是黑的三角形 因为这个是空位 以前这个骨头跟牙肉 在长在这个位置 现在它没有了 它已经都身体 把它已经吸收掉了 那我们可不可以把这个种回去或补回去 可不可以 我们可以有方法 可是不会是百分之百 可是最重要 其中一个方法就是我们把这个design 设计 设计的方面 可以把这个地方把它塞住紧一点 空位最大能力的eliminate correct 可是没办法百分之百 很少 很少 所以这个是就是这么一回事 如果还有存在black triangle的话 就要用牙线啦 对 所以我就讲 这个一定要刷 一定要用牙线 把这个食物拿掉 因为你食物不拿掉的话 它会压着牙肉 牙肉就是有这个stress 有这个压力 那骨头就会开始萎缩 所以这种情况并不是直牙失败 correct 而是自己口腔 它就是自然而然的情况 所以这个必须要有个认知 陈医师在失败直牙的例子中间 就这方面告诉我们 您的观察是怎样 主要就是我们看到这个病人 我们自己要先做一个examination 可是我们要做个准备的工作 we have to go through a series of steps 因为这不是就是 anybody come in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implant就种进去 我们要go through a process important就是 the doctor has to make the decision 可不可以种 为什么不可以种 而且不可以种的话 怎么可以把这个地方解决 可是第一步最重要 就是看这个病人 不是只要种的位置 要看他整个嘴巴 他整个嘴巴 他保护的好不好 如果他别的牙齿都不行 都坏掉了 那我们这边种的是牙 这成功的机会 不是那么高 所以这个不是只要 focusing on one spot 要看the whole mouth the whole oral health 这是number one 那number two呢 主要就是要看这个病人接不接受 有些病人他就说 I don't care about the other side 就是fix这个就好了 那这是不行 因为我fix这个 现在也许好 可是过几个月 或过几年 it's going to break down so we don't want that 我们要我们种进去东西 最好就可以耐 一辈子长 lifetime absolutely so there's a process that we have to go through 所以做植牙医师的 也有自己的SOP yeah so it's a mouth so it's a mouth 所以医生的SOP 就是从consultation开始 examine他们的口腔 absolutely 他们的牙肉 他们的骨头 在决定他可不可以做 或者是要该怎么做 或者要等待其要多久 其实小小的植牙的失败 也许对您来讲 是一个小小的修补 很容易修补 但是这个对一个病人来讲 就已经是一个很痛苦的事情了 不是在病人的 from their perspective it's a stress 对 it's a lot of headache 因为他不舒服 absolutely 所以我们看的这个方面 就是要跟病人就讲 don't worry 你早来 我们现在看到了 我们是用这个方法来 帮你处理好 帮你修理好 因为大部分 these are small problem 小问题 这些小问题 很简单解决 陈医师告诉我们 你们诊所的洗牙师 它的强项 我的hygienist 我的洗牙师 他训练的 专门就是在 focus在这个质牙 implant的方面 那最重要就是 very basic 很简单 怎么刷牙 怎么用牙线 大部分 我们中了质牙 或我们自己的牙齿 我们当然我们刷的对 或我们用的牙线 是用的对 可是可以讲 50%以上 我们都做错 所以他很仔细 他花很多时间 就会教病人 怎么刷 怎么用牙线 最正确 最干净 对 因为会保护的话 long term的方面 就是头痛就减少 所以一根小小的牙线 用起来 有这么玄妙的功效 陈医师 大家现在都非常讲究健康 各方面的健康 身体的健康 牙齿健康 对于身体 是非常重要的一环 那就这方面 植牙植好了 就可以好好的来享用美食 毫无顾忌的在交际场合 场开怀的跟人家讲话了 大笑等等 主要你就看嘛 你可以看电视上面 看广告上面 他们这个明星 好莱坞明星 一笑牙齿光亮了 而且他们吃东西 别白的 就是都很舒服的样子 很自然的 可是我们做医生 看起来就是我们晓得 你牙齿健康 你牙周病人 如果是控制或没有的话 这个细菌就不在那 因为这些细菌 都会影响到身体的 到心脏的有危险 或到别的方面都有危险 别的器官 是 对对 所以这个不只是口腔的卫生 它会蔓延到全身各个的部位 是 所以在柜诊所里面 也有清洁牙齿的 会非常professional的胶 令人如何最正确的 最彻底的清洗牙齿 是 因为我们就是不管怎么样 就是自己的牙齿 植牙要保护 保护 保护 是 好 那关于保险的部分呢 保险的方面 现在越来越多保险公司 他们accept那个植牙 补股份 现在都开始都接受了 可是最好都要有一个 就是送上去一个pre-authorization 是 所以我们就跟病人总统讲 来一个consultation 给我们看 我们帮你这些上面送上去 把这个insurance card 带来给柜诊所看 然后你可以帮我们查 是 在查了这样子 你就晓得 这个 包括多少 包括包括 包括多少 absolutely 是 其实有时候听起来 觉得不要专门找这个最便宜的 我的理念是最便宜的 一定是something wrong 当然最贵的也不见得 是什么好事了 对 我知道柜诊所 有一位中国病人的coordinator 琳达蔡女士 今天也在我们的现场 琳达你好 你好周乐 听众朋友大家好 今天听了陈明牙科医师 给我们讲解植牙的种种 尤其是在 就是失败的植牙的小问题 变成中问题 大问题的这方面 让我们毛塞顿开 给我们做一个summary 给我们做一个总整理 好啊 关于陈医生讲到种植牙 是 他真心的希望 一个种植牙种进去以后 病人应该是使用永远的时间 就是尽可能的长 而且希望病人开心 能够享受美食 那也有些种植牙呢 是出现问题的 那这些问题呢 医生就会在早期发现呢 就会帮助解决 或者防范这些问题发现 主要还是希望 这个种植牙能有效果 那从另外一方面呢 陈医生讲到了 关于植骨 他是研究植骨材料 是希望重心的骨头 可以植牙 所以他用的骨粉的材料呢 基本上都是要求 能长出带血管的骨头 是可以承受压力的 所以这样的话呢 就能保证 种植牙的成功 那当然他在 病人的教育方面呢 会做很多的正确的 就是严格的刷牙 所以用牙线和刷牙 正确的方法是非常重要 保证着种植牙的成功 再有呢 陈医生呢 最近也是谈到了说 有30%的工作量 都是帮助这个维修一些 有问题的种植牙 那大部分都是从外面来的 所以很多病人 可能一点小问题 其实很烦恼 所以呢 也欢迎大家呢 让陈医生给大家帮助 特别是你有很多的 疑惑呀 或者担心呢 也都可以找陈医生进行咨询 他会全方面的来研究你的口腔 因为每人的骨头不一样 口腔大小不一样 和承受的能力不一样 所以陈医生会帮助华人 在这里已经20多年了 是 好 谢谢琳达 再度把陈宁 牙科医师的诊所的电话号码 以及地址告诉大家 是408-629-6704 408-629-6704 地址是6110 Hayer Avenue San Jose 95138 是在什么地点呢 是靠近Silver Creek Valley Country Club South San Jose 好 非常感谢陈医生 牙科医师 祝你新年快乐 Thank you Happy New Year Chinese New Year 谢谢琳达 谢谢周乐 好的 听众朋友 今天的节目结束 非常感谢您的收听 想要重复收听的话 在所有的社交媒体 以及我们公司的官方网站 svcmedia.net 都可以重复的收听 感谢您 祝您晚安 明晚七点再见 拜拜 以上言论 纯属嘉宾之意见 不代表矽谷华人电台 财经天地 及主持人的厉害 今晚 矽谷华人传播公司 为您制作的节目 到此结束 谢谢您的收听 晚安 You're listening to KSQQ 96.1 Morgan Hill San Jose and 103.3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